你好 欢迎收看3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旅会 为在花莲施工所后方的浩克文化会馆 每个星期五下午的2点到6点固定举办了浩克市集 集结了在地客家敏食特色小点 还有手作艺品及小农产品等摊位 而为了营造客羽一条街 花莲施工所也携手市集摊商 3月份起开办了客羽课程 市长卫家燕特别前往关心 也希望未来大家可以自然的开口说客羽 带给消费民众更多的亲切感 花莲施工所营造客羽一条街 3月份在浩克市集开办客羽课程 邀请摊商业者一起来学基础客羽 我们的浩克市集在我们周五的下午 都会来我们施工所后面举办 那其实我们也会除了在浩克市集 集结一些友善小农的市集以外 我们会趁机教我们的老板跟老板娘 一些客羽的一些问候羽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请到我们的老师来教学 那也希望说大家对于客羽能够不要那么陌生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用客羽来做买东西 或是来做一个问候 那今天非常的开心 那能够跟大家齐聚一趟 学习我们初级的一个客羽 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在社区 能够持续的来推广客羽 这次活动有15位的摊商报名参加 课程特别请老师教授客羽单字句型 还有对话介绍 也针对做生意的时候容易使用到的词汇来进行教学 包括了打招呼、寻假、还有商品介绍等 利用对话情境练习加强摊商业者的客羽口语能力 市长威家宴感谢摊商们在做生意的时候 还愿意配合课程经济客羽能力 期待营造客羽的友善环境 让前来消费的民众可以感受到客家人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 接着一会欢迎视报道